大家好,我是登登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 火星生活第15集 动辄他们被安科长的人袭击 太主下定决心 要去救他们 随着灯光熄灭 太主终于清醒了 妈妈的出现让太主明白 原来一切都是梦境 曾经见过的那个张医生 真的是他的主治医生 那个一直跟太主说话的人 就是他 太主的手术非常成功 而给太主做手术的安科长 这是梦境中出现的那个安科长 从梦境到现实的转变 让太主有点不适应 他不知道是真的回到了现实 还是依然在梦境中 前女友看到太主终于醒来后 非常激动 原来被金明熙抓走后 是赵行警救了他 太主出事后 赵行警找到了他被关着的地方 可惜的是 没能抓到金明熙 警方一直在到处找他 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任何踪迹 太主在病床上躺了一个多月 这次起死回生 就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一样 不管怎么说 能回到现实中来总归是好的 太主看着张医生的房间号 5355 也是梦境中和他联系过的一个号码 出院后的太主在回家的路上 不由地想起那场梦 一切都那么真实 仿佛真的发生过一样 回到家后 看着那张全家福照片 太主又想起了父亲 梦境中的父亲 并不是他记忆中那么好的人 他试着问母亲 父亲不是在沙特去世的吧 他想知道父亲到底是怎么去世的 其实母亲也不清楚详细情况 只记得当时刑警们来找他 说父亲中枪身亡 他也不想多问 因为父亲确实不是什么好人 不过 他真的是一位好父亲 母亲觉得很抱歉 一直没能跟太主说实话 他也是怕太主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太主非常懂事 他知道母亲也是为了他 才隐瞒到现在的 母亲比他更辛苦 太主来到梦境中的那个警局 李刑警 赵刑警 东哲 仿佛就在眼前 但那毕竟只是一场梦 他跟这里的科长 打听1988年金前夕的案子 科长没想到太主年纪轻轻 居然还知道那件案子 连他都只是听前辈们偶尔说过 科长把他带到资料室 以前的案件资料都放在这里 太主走进资料室 姻警官仿佛又出现在眼前 案件资料上 高荣书和韩中号遇害的现场照片 金明熙被金科长射杀的资料 都和他在梦境中看到的一样 那个梦境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太主让科长帮他找找 1988年的时候 东哲他们有没有在这里工作过 但30年前的人事档案并不好找 那些人或许已经退休了 数据库里并没有他们的名字 太主拜托科长再帮他找找 临走时 一则新闻引起了太主的注意 一名20岁左右的女性在家中遇害 现场痕迹和作案手法 都和梦甲杀人案如出一辙 凶手狠狠能是正在潜逃的金明熙 已经逃亡一个多月的金明熙再次犯案 市民们非常不安 警方迫于压力 公开了金明熙的照片 太主又想起梦境中 见到的小时候的金明熙 金明熙的案子是太主前女友负责的 他给太主看了未公开的资料 金明熙在受害者家附近的便利店里出现过 太主注意到他的手一直在抖 前女友被绑架时 曾给太主留下信息 金明熙背后还有人 那个人每次都比警方快一步 所以才一直抓不到金明熙 当时向太主开枪的那个人 应该就是金明熙背后的人 击中太主的是38口径子弹 太主当时也没看清那个人的脸 直接的枪筒比较长 是六连发老是左轮手枪 最近生产的38口径都是五连发的 六连发再加上枪筒长的话 是2007年之前配给警察的枪 那个人可能是名警察 可以前的配枪现在都换成新的了 几乎没人使用 这时警方找到了金明熙的藏身地点 可惜他并不在这里 马桶里有很多呕吐物 环境非常差 周围的邻居甚至都不知道这里还住着人 墙上有一张照片 地上散漏着一些化妆品 太主还找到几个牛奶盒 从日期上看 金明熙在这里至少住了一个月 监控在10点25分的时候 拍到他出去了 太主应该还会回来 太主发现了止痛药 看来金明熙身体不太舒服 突然 慢慢传来一声枪响 是金明熙回来了 他们立刻前去追击 太主和金明熙再次相遇 金明熙果然不是一个人 有人接应他 他就这样在警察眼皮底下溜走 虽然最后追上了那辆车 但金明熙早就不见了 警方又一次被指责办事不利 汽车的地方没有监控 无法掌握金明熙之后的行踪 周围有几家停车场 警方正在找居民协商 查看行车记录仪 之前发生的案子 已经完成现场分析 找到了金明熙的DNA 与以往不同 这次金明熙留下了痕迹 他比以前更大胆了 好像是在炫耀自己 现在一共有8名受害者 不 是9名 还有一名受害者没被媒体发现 警方也是在两天前的凌晨才发现的 死亡时间是9天前 金明熙的杀人周期变快了 手法也越来越偏激 9天前的被害人叫申美珍 20岁 内裤被塞在嘴里 手上也被涂了红色支架油 最后一名被害人 吴贤叔 23岁 他两个之前的7个被害人 有很大区别 金明熙突然之间改变杀人方式 肯定是有原因的 太主好像明白了点什么 金明熙体内千和身的含量 比一般人多12倍 千和身会使脑功能严重受损 首先会从眩晕症开始 接着是痙磷和麻痹 然后是精神错乱 金明熙现在被重金属中毒折磨着 会出现严重的精神分裂 太主来到案发现场查看 冬哲突然出现 他告诉太主 观看现场有什么用 犯人不是用眼睛抓的 而是用腿 一转眼 冬哲已经消失不见 太主来到便利店 金明熙就是在这里观察目标 然后一路尾随至被害人家 做完案后 用口红和支架油 把被害人打扮成他姐姐庆兰的样子 或许是因为对姐姐的依恋 才让金明熙开始杀人的 殷警官突然出现 他认为不是依恋 依恋的话会有情绪交流 但现场完全没有交流的痕迹 反而更像是在表达愤怒的情绪 绑住受害者 然后化妆 是一种补偿心理 这种行为 是从犯人内心受到伤害后开始的 一晃神的功夫 殷警官也消失了 警方在最后一名被害人 吴贤叔的信用卡上发现 他晚上11点27分 在饭店吃饭 而便利店的监控在11点32分 拍到了金明熙 简单点说 金明熙那时候跟踪的不是吴贤叔 吴贤叔已经被他判了死刑 他在寻找新的目标 技术组找到了一张照片 金明熙的下个目标可能就是他 另一边 子女下班回家 金明熙已经等候他多时 太处看着金明熙的那张照片 再加上殷警官的分析 他认为小时候姐姐被父亲虐待时 金明熙应该也在现场 但目前为止 根本看不到金明熙对父亲的愤怒 现场留下的都是和姐姐有关的东西 难道说金明熙怨恨的是姐姐庆兰 金明熙再次得手 开始给对方化妆 原来小时候 他经常被姐姐绑起来打 给他心里留下了阴影 他把受害人打扮成姐姐的样子再杀掉 就是为了反抗 为了报复姐姐 警方终于找到照片中那个女人的地址 他叫安慧元 还好他们来得及时 人还没死 金明熙肯定还没走远 太处很快就找到了金明熙 这次终于抓住他了 安慧元因为抢救及时 已经渡过了危险期 命算是保住了 金明熙被抓后 一直保持沉默 太处想跟金明熙聊聊 金明熙看着太处的样子 知道他已经认出自己了 金明熙还曾去医院看过太处 太处劝他说出背后的人是谁 那个人肯定隐藏在警察内部 不然金明熙不可能轻易躲开警察的包围 那个人冒着生命危险救了金明熙两次 他图的是什么 金明熙告诉他 警方永远都抓不到那个人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人是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 太处灵光一闪 他又确认一件事 金明熙背后的人 很可能是他哥哥金贤熙 金贤熙88年的时候在警局工作 当时他背枪就是38口径的老式手枪 虽说金贤熙已经死了 但金明熙却说那个人不存在于这个世界 金贤熙是在88年杀害福利院院长失败时 被金科长开枪射杀 但在2008年 院长又被神秘人开枪杀害 凶器就是38口径的老式手枪 而且现场还发现了查检成分 那是用于治疗哮喘的 金贤熙就有哮喘病 他可能当时并没有死 而是伪装成另一个人活了下来 经营金明熙的车辆信息被查到了 在一个月前已经报废处理 车上还发现了奇怪的东西 是查检成分 治疗哮喘用的 他们立刻赶往飞车场 太处在桌子上发现了吸入器的盒子 工作人员说那是老金的 老金正在那边工作呢 太处发现一个可疑的人 他再次被人用枪顶着脑袋 这个人就是金贤熙 他很好奇 太处为什么会知道他的名字 太处趁机反抗 抢下了金贤熙的枪 他问金贤熙 还记得韩中昊这个人吗 当年金贤熙就是用这把枪杀了他父亲 太处非常小暴杀父之仇 但他是名警察 他不能这么做 虽然30年前的事 因为公诉时效到期 金贤熙很难受到处罚 但他所犯下的罪 是不会消失的 金贤熙的死亡证明被人动了手脚 当时被金科长击中后 确实掉到了水里 但却没有找到尸体 有人把无人认领的尸体 偶装成了金贤熙 终结了那件案子 这件事非常复杂 因为88年要举办奥运会 上头对这种莲花杀人案非常敏感 所以就直接隐瞒了真相 草草了结 另外赵巡警也有问题 就是他销毁了金贤熙作案的证据 金贤熙以老金的名义 给赵巡警转了5000万 至此 媒甲杀人案终于结束 审判当天 太处再次作为证人出庭 媒甲杀人案的犯人金明熙 因杀害九名妇女被判死刑 供犯老金 被判出无期徒刑 销毁证据的赵巡警 也被移交至检察院 就这样 让世人哗然的媒甲杀人案落下帷幕 十年前福利院院长被杀一案 也终于告破 太处在整理资料时 发现一个未及案件 是通知他们被黑帮分子袭击的案子 他们在1988年6月3日 被袭击时殉职 太处想起了梦境中的最后一幕 殷警官正苦苦哀求太处来救他们 太处有点懵 为什么梦境里的经历 都是现实中真实发生过的事呢 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火星生活第15集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登登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